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聪明可爱的小仙女 感谢大家在众多文章中选中了小仙女的 小仙女被感荣幸呢 接下来小仙女会给 大家带来优秀的文章 喜欢的就请点个收藏关注吧 不喜欢的话 小仙女也会尽量写出让大家喜欢的文章呢 近日娱乐圈又一女星宣布离婚 据说要了15亿的分手费 并放弃了孩子的抚养费 其实15亿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一笔天文数字 但对于富豪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在娱乐圈中 明星嫁给富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甚至有人认为明星只是一个身份 只是嫁入富豪的垫脚石 只要是嫁入豪门 便可以衣食无忧 现在嫁入豪门的女星也是多到数不清 但是又有几个是幸福的呢 不幸福的那些人 离婚就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黄逸 大家都知道吧 嫁给了豪门阔少黄逸青 并且育有一女 两人离婚时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 黄逸青当然也不是各省油的灯 甚至到现在也不肯放过黄逸 导致黄逸无戏可拍 到现在二人都排在打官司 所以 嫁入豪门也得慎重选择啊 不然就像黄逸一样 今天我们说的这位明星呢 也是嫁入豪门悲剧告终 曾经在韩国的他也是非常出名的 他在韩剧春日中有着精彩的演绎 以初恋的形象让大家熟知 他就是高贤真 大家可能不熟悉他的名字 但是看到脸也一定会想起来的 他成名后就选择嫁给了百货公司副总裁 并没有选择继续事业 婚后 遇有一对儿女 本以为他家庭幸福 但婚后九年 还是选择了离婚 夫妻二人之间的矛盾多到没办法解决 离婚后 他便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并要求15亿韩元的分手费 也就相当于是一千多万人民币吧 之后他重回娱乐圈 其实他离开娱乐圈那么多年 最终只有15亿韩元的分手费 很多人都为他感到不值 他在这九年的时光里浪费了 自己的青春与事业 如果当初没有嫁入豪门 而是继续事业 那他一定可以生活得更好 对于很多人来说 幸福幸福与嫁入 豪门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 没有抱怨与遗憾财 是最重要的 大家认为呢 好了 愉快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小仙女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哦 期待与你的下次见面 比心比心